我家大哥溜了完回来了 回来了大哥 视频中的这只八哥 他每次出门都愣给主人 叼回面值不等的人民币 据了解这只八哥名叫皮尼 五年前主人在乡下收养了这只 因为翅膀受伤无法飞行的黑色八哥 把他带回家后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八哥受伤痊愈了 当主人决定把他放回自然时 没想到他却不走了 俨然把主人家当成了自己家 更让主人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八哥外出觅食回来后 嘴里竟然掉了一块钱回家 之后的每一天都会从外面掉钱回来 刚开始主人并没有察觉异样 以为只是家里随手放桌子上的零钱 但当询问家人后发现并不是他们所为 在调取监控后才发现 是自家八哥从外面掉回来的 这让他既惊喜又担心 洗的是这只八哥能自己赚钱 担心的是这些钱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掉来的 都是些来路不明的钱 所以他也不敢花 就只能把钱存在茶几下面的抽屉里 在长期日积月累之下 已经存了满满的一大抽屉 虽然这只八哥钱存的挺多 但却是个手材炉 别人碰都不能碰 一旦触碰动气嘴来也绝不嘴软 很多网友看的视频都说这是一只知恩图报的八哥 真羡慕主人家有这样福气得到一只会赚钱的八哥 但也有网友表示应该查明钱的来源并送回去 对此你怎么看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样一只招财的八哥 你想养一只吗 想就来个强烈推荐吧 关注院长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大家 欣赏试试 西瓜视频 quiere讨论区 我们来看看 再见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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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